陳偉業議員,希望你不要騷擾黃毓民的問題 主席,看回他那份文件 有些所謂前期研究的結果 如果得到區議會和立法會支持 就會在2031年這些發展項目連同華人永遠墳場的坎位加起來 現在說話數以十萬計 食環處實際上到2018年只有很少兩個坎位供應,以後就很多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,申訴專員工在去年十月公布的調查報告說 在2012年落成的鑽石山寧灰安治所和和合石橋頭路的寧灰安治所 第五期可以提供大約四萬五千個坎位 但食環處分三個階段 在三年裏配售這些坎位當中有二萬四千個坎位 留到最後一年才發售 現在食環處每年只處理一百一十宗零灰坎位的申請 申訴專員敦促食環處重促檢討配售安排 但高永文局長說目前的抽籤機制經過詳細考慮 由於預期2020年才有大量坎位供應 現在採先登記先分配的方法並不適合 你這種做法和房屋處偏配公屋、社福處偏配安治所縮委 出現的問題,本質上都沒有分別 你這種做法,即將來有這麼多坎位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? 是嗎? 主席,你叫他回答一下 聽見大量坎場,就沒有偏配效率 你叫他回答,然後你繼續問 你想他回答還是你繼續問? 他聽不清楚,即是你要興建大量的陷位 他聽不清楚,我再和你再問一次,好嗎? 副部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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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提升,我希望你的問題可答 現在你全部都用過同事需要的時間 其實你重複的問題 你重複地再長去回答 都沒有什麼結果